那么这一段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一句经文 就是后面这一句 就是说你能够拽转头来 克服自己的习气 要从最难克服的习气开始断掉 比如说你好色 你就必须要持戒恋否 必须要把这个好色的习气 营练的习气要穷一切力量把它斩断 用全部的力量把它斩断 一直探究到什么 到念头的起灭处把它斩断 如果你能够斩断这个贪嗔之慢 你这个恶的念头的起灭处 那么无边的业障就一时清净了 所以本节本有无名本无 也有讲说本节本有不节本无 你怎么清净身口一三列呢 你到念头的起灭处 从那个最难克服的那个妄想 那个念头把它斩断 那么业障就消除 就沾然如太虚 如果你做到这个境界 那么躲计躲算 这个权力就不再施固之神了 天地有施固之神 你如果能够这样断落修善 能够存尽存善 那么躲计躲算这个权力 是在你自己 不是在这个鬼神 鬼神不能够操控 如果你做到这一点 那怎么可能有施固夺夺算 这个他夺算的机会呢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挤一个公案 就也是在德意古剑里面的故事 这个我们在改定篇会有讲过这个故事 元朝有一位元智史 他对这个谬财内 这个谬姓有一个姓谬的这个人 叫谬财 他对他有恩 但是这个谬财内 后来就辜负了这个智史先生 所以智史先生的心不能够贫富 那天晚上呢 想去杀这个庙财 道经一安就是经过一座庙 安主呢 显眼翁 这个人 也是一个道士 在家人 那么看到智史呢 要前往 这个道士呢 这个仙领翁呢 他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法术 一个小神通 他看到这个智史先生呢 旁边有几个奇形鬼怪呢 有四十个人跟在他后面 又看到这个智史先生回来了 突然间旁边跟着几百位 几十位的穿着金冠 奕配的这个这些人呢 这些天人在旁边陪着 金冠奕配百师重演 旁边跟着很多几百个这个 一百多个的这个戴着金冠金座的这个帽子 还有戴这个奕配跟在旁边 这仙领翁就觉得很奇怪了 第二天天亮了 就前往去了解他 那智史先生就说了 他说我恨这个妙才 旺跟富裕 所以我想去杀他 可是我到他大家门口呢 我想到说 虽然他辜负我 可是跟他妻子有什么关系呢 跟他妻子有什么关联 有什么关联呢 而且他还有老母呢 我杀他 他老母要依靠谁呢 来养活呢 且有老母杀之何一啊 以次呢 我就没有尽气呢 就隐忍下来 就走回来了 这个仙领翁啊 就把他昨天所见的情形呢 就告诉这个智史先生呢 他说啊 你啊一恋之恶呢 那个凶鬼恶神呢 就跟在你旁边了 你一恋之善呢 那福神就跟着你来了 那么你的事情呢 只知事呢 以知以生命了 你的事情 神明已经知道了 将有获福已啊 你就会有大福报现前了 后来呢 后来呢 智史先生呢 就担任呢 如山的宪令 那个忘恩父义的庙才呢 最后呢 家庭呢 也荒惠了 最后这个家呢 就媚绝了 那么这个是呢 这我们这个得益故事 这个故事呢 就表示说 躲记躲算呢 这个权力呢 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这个智史先生呢 因为这个一恋善呢 虽然一恋恶 几乎呢 这个家破人亡 可是一恋善以后呢 这个天降后府 后来担任了庐山宪令